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是太一样 SUID操作对象它只能是可以执行的二进制文件或者说程序 但是呢 SJIT呢 它既可以针对能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也可以针对目录来设定SJIT 都是有作用的 但是相对应的含义不太一样 我们分别来看 先来看针对二进制文件 其实啊 针对二进制文件的时候 它的作用这颗SUID非常相似 首先啊 我们说只有可执行的二进制程序才能设SJIT 当然这里我们说只是真正文件 SJIT是可以针对目录的 命令的执行者要对这个文件拥有执行权限 命令在执行的时候 它的组身份升级为该文件的所处组 那也就是说我们SUID是啥 在执行这个执行文件的时候 它这个灵魂附体变身为了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但是SJIT呢 它是说这个命令的执行者 也就是我的普通用户 在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它的组的身份 不再是这个它自己原先所在的组 而变成了这个文件的所属组 其实和SUID非常类似 SUID是用户身份 从普通用户升级为超级用户了 这个呢 是这个组身份 从它当前所在组 变身成了这个程序所在组的这个身份 那其实啊 它跟SUID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一样基本差不多 它这回也是一样 只有在程序的执行过程当中 一旦程序执行终止 这个这个身份的变换 就马上会改回来 那这个啊 可能用的不多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local locate命令 文件搜索命令 我们已经知道 locate的命令和fun的命令相比 它之所以执行速度更快 那是因为 在locate搜索的是这样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当中 会记录我们当前系统当中 所有文件的文件名 locate是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去搜索指定的文件文件名 所以它的搜索速度更快 fine呢不是 fine呢跟我们windows当中的查找 也是一样的 它是相当于把整个磁盘扫描一点 去找你要的这个数据 那样更慢 但是准确率更高 而且它的功能更强大 但是呢 locate不是 locate是在这个数据库里执行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眼 这个数据库 就会发现 这个数据库的权限是 一个比较别扭的权限 六四 那也就是说 如果普通用户 想要去搜索这个数据库 按理说 它应该是没有权限的 但是 locate命令 大家会发现 这里拥有了SJID权限 哎呀我们说了 SUID呢 就是把我们的 哎 重画一下 SUID呢 就是把我们的用户 这三个权限当中的X位 器换为XS SJID呢 就是把组的这三位的X 器换为S SBH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其他人的这三位器换为S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locate命令 其实默认是有 这个SY SJID权限的 我们去看看 哎我们去看看 还是一样 玩 A子一下 locate 命令 它是在 user 并下的 locate 哎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文件 默认是 这个执行程序 默认是有 SJ 那也就是说 当我的普通用户 虽然对这个 数据库 没有权限 但是 我不是 直接通过 cat命令 或者vm命令 来搜索这个 数据库 而是通过 locate命令 搜索了这个 数据库 但是locate 是有 SJID权限的 那么 当我任意一个 普通用户 执行locate命令的同时 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组 就会不再是 我的原先 那个什么 LAMP用户组 或者SA用户组 而是切换为 Slocate 这个用户 灵魂复节了 那 它切换为 Slocate之后 大家会发现 这个数据库的 所属组 就是Slocate 但是组呢 对这个数据库 是有独权限的 所以 普通用户 虽然对这个 数据库 没有任何权限 但是 因为locate的 SJID权限的作用 普通用户 也同样是 可以利用 Locate命令 搜索 我系统当中的 文件的文件名的 那 我把这个过程 写到了这里 首先 Locate命令 是一个可执行的 二阵级程序 所以可以赋予 SJID 这个要注意 给普通文件 负 它同样一样的 那个S 就会由小S 变身为 它的姐姐 大S 那大S代表 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只有小S 其实才是有作用的 哎 那 所以 这个文件 必须有可知情情绪 如果没有知情情绪 我就说了 小S变大S 大S是不能用的 那么 任何一个用户 假设是LAMP用户 它对这个命令 是有执行权限的 我们可以看看啊 任何一个普通用户 其他用户 对它其实都是有执行权限的 哎 这是我们一开始说了 这两个 需要注意的点 哎 都是符合条件的 那这个时候呢 当 普通用户 也就是LAMP 或者是其他任何普通用户 执行Locate命令 的时候 它的组身份 就会升级为SLocate 这个组 而SLocate 这个组 对这个数据库 是拥有止读权限的 那这个时候 普通用户 就可以使用Locate命令 来查询这个数 当然 跟我们前面讲 SUIT一样 它只能用这一个命令 搜索它的手势 可以 你换一个命令 用Kate 用VR 都是不行的 哎 命令结束 LAMP用户的 用户组身份 就会 变身结束 返回给LAMP 哎 它的变身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不能无限制的 都是Automan 对吧 你变完身之后 你的能量厚进了 你就又又变回你自己了 哎 小宇宙爆发完成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SJID 这里说了 SJID 针对文件的作用 那么 这个针对文件的作用 跟SUIT的作用 其实是非常相近 好了 但是SJID的特殊之处 它除了可以针对文件 还可以针对目录 SUIT是没有这个特征了 只有SJID 可以既针对二级文件 也针对目录 那如果它针对目录的时候呢 它的作用是这样 首先有个限制 普通用户必须对这个目录 也就是赋予SJID的这个目录 拥有读和执行成绩 我们知道了 读代表 可以执行LS那边 执行权限代表 可以执行CD那边 也就是说 玩家有权限能进去 才可以有效 那普通用户 在这个目录当中 如果这个目录 拥有了SJID的权限 它的有效组 就会变成这个目录的所输组 如果这个普通用户 对它拥有写权限的时候 那么新建的文件 默认的所输组 就是这个目录的所输组 把它领解 取个例子 我们试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手工来建议 注意 针对文件的SJID 和SUID 其实是一样的 非常类似 你们要小心 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乱给 包括我们上天课举例子 我给VIM付了SUID 这个东西我例子做 马上就要改回来 要不然会让你的这个系统 埋下一个定时炸弹 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等于你自己开了个后门 但是他针对目录的SJID 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他的作用是这样 看 我在 TAMP目录下 创建一个测试目录 为什么要在TAMP目录下 如果我在当前加目录下 我当前加目录是在ROOT加目录 我家伙的普通用户是进不拿的 那我就在TAMP目录下 创建一个临时的目录 随便测试目录 比如说就是TEST 然后呢 我需要给TEST目录 赋予SJID权限 我可以用 J加S的方式 赋予这个目录 这个命令啊 跟刚刚是一样的 用J加S 或者用2755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我们说过了 4代表SUID 2代表SJID 那这个1呢 代表SBID 好了 这块写的 写的 稍微写错了一点 这是SJID 改一下 SJID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用2的方式来复义 两种方法都写 那我其实就是这里做例子 看干嘛 进入了TAMP目录 在TAMP目录下建了一个TEST目录 然后呢 给他赋予SJID SJID之后呢 我们查一下他的权限 然后呢 我想给他用户赋予777 也就是说 让普通用户可以在这个目录里写文件 这个时候 我切换为普通用户身份 我们在这里写文件 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好 那既然我打算要给他负777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 2777 赋予这个目录就可以了 LL 查看一下 这个目录 首先它是777权限 其次 在组权限位 拥有了S 它拥有了SJID权限 而且它是一个目录 好了 现在我切换 切换成SC 默认我是在Home下SC 如果这时候 我踏持任何一个文件 看啊 ABC的文件的所有者是SC 所属组也是SC 但是 我如果切换到这个目录当中 TEST的目录当中 如果我在这里 新建一个文件 假设BCD 你就会发现 它的文件的所有者是SC 但是所属组不是SC组 而是这个TEST目录的所属组 这就是SJID的所有 什么意思 回来 普通用户 在这个目录当中 新建文件的目录认的所属组 是这个目录的属组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目录当中 新建文件之后 这个文件的所属组 不是我的SC用户的组 而是这个目录的所属组 这就是SJID 针对目录的作用 其实 超过个人的感觉 这个东西 对现实的这个实际工作 预理意义不大 我们SJID 最主要的作用 还是应该是在 针对二级的文件 当然 它跟SUID是一样的 不允许用户 普通用户 或者说我们自己 来修改某一个命令的SUID 而是系统利用了SUID和SJID 分配SJID的命令和取消SJID的命令 这些命令我们都跟SUID非常类似 超哥也刚刚举例了 那我们就不看了 那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讲了SJID权限 SJID和SUID不太一样 它既能针对二级式文件 又能针对目录 如果针对二级式文件 它跟SUID非常的相似 就是什么 当用户 普通用户 执行这个二级式文件的时候 他的身份会灵魂父亲 变成这个目录的所属组 而不是他自己的组 那如果给目录 分配SJID 那么他的作用就是 普通用户如果进入这个目录 他在这个目录里面建立文件 他能默认着这个文件的所属组 不是他自己的组 而是这个目录的所属组 这就是SJID的作用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新出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producedLinux微信公转资料 我们下期再见 不是女人的 在厄左右 用户容 Queen 重庑 成年 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